接下來,下會播映新聞報導 本省進步保守黨政府宣布 2019年健康與身體教育課程內容 當中包括新的性教育課程大綱 並定於在9月的新行年開始推行 但有評論就指 新課程和前自由黨省府定立的舊版 只是大同小業 記者少浩然報導 多倫多市家部一間食物周制庫 最近因為食物嚴重短缺 而在社交網站上貼文發放短片 希望社區人士可以捐贈食物 結果在短時間內就將倉庫填滿 放鑊擊說 安省政府公布新一批大麻零售牌照抽籤結果 邀請了42間公司不需要在8月底之前完成申請 另外省府亦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向原住民保護區發出8張大麻零售執照 何嘉碧報導 墨西沙加市發生工業大火 消防局疏散周邊地區 高火車Milton線一度停止運作 安省時駕報 今早有一名華裔女長者 在過馬路時被兩部汽車先後撞倒而身亡 警方正是通緝兩名少時司機 唐紀藍報導 各位歡迎收看8月21日的新聞報導 必思最高法院昨日批准辯會律師要求 公開華為副董事長曼晚舟 去年12月在溫哥華國際機場被逮捕時的相關資料 當中包括曼晚舟和王家劇警的多份證供 一份備忘錄和機場錄影片段 崔月明報導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發出食物回收警告 指目前在卑斯省等7個省份 所銷售的一種熟雞肉粒含有里斯特菌 於2017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間 導致6個人送院治療 一年一度的溫哥華太平洋國家展覽會P&E 已經在剛過去的週末揭開序幕 每場內除了有各式的遊戲之外 吸引了公眾的 還包括有各種的美食攤位 我們一起去看看 列治民王家劇警向居民發出警訊 指近期發生了多宗車輛 觸及轉化器租偷竊的案件 呼籲市民留心 許坤言 卑斯教師聯會由今日開始 和卑斯公校僱主協會 針對集體合約展開為期8日的調停談判 主要的議題是包括 新潮班級規模以及組成的法則 以及教師的招聘以及留任 國會下議院操守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反對黨議員提出 邀請操守專員 就SNC事件調查報告作證的動議 不過委員會在自由黨的黨員佔多數的情況下 否決了動議 欣亞諾報告 美國到訪本國的旅客 今年頭半年創下了12年的新高 達到1,200多萬人 鳳眼葉報告 警方已拘捕過程有問題 作為抗辯理由 欣亞諾報告 回到本國消息 五亞省發生了10車連環相撞的交通意外 造成3人當場喪生 12人受傷 其中2人毅胎 車禍引發了一場大火 附近的居民需要一度緊急疏散 再由唐紀蘭報告 本國一名校備軍涉嫌衛生納稅 8人至上主義組織招務成員 黃家騎警在他的住所搜出槍械 並且繼續調查事件 聯邦大選臨近 網上的政治廣告愈來愈多 資料顯示 Facebook今年有3萬5千個政治廣告 而廣告費由幾萬至20萬元不等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 在各黨領當中 杜魯多的支持度仍然是最高 但比高峰時期下跌超過一成 分析指主要是因為流失女性選民支持 實用新報導 總理杜魯多在滿地可發表外交政策演說 指保守黨玩弄民粹主義 該黨一旦執政終會回到哈帕時期 有統計指本國兩成感染外資病毒的國民 不知道自己受到感染 多倫多醫學研究人員 正是就外資病毒自我測試配套進行臨床測試 期望衛生部盡快批准 陳永報導 有國際研究報告顯示 本國包裝食品的含納量是12個接受調查 國家中排行最高 鳳眼杰報導 在浩瀚的宇宙當中 大蝦勢的現象同樣都會發生 沒錯 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就聲稱 利用引力波首次探測到中指星 被大國的黑洞吞了 陳永說說 美國政府較早前指總統特朗普有意購買隔壁蘭島 但是丹麥政府直言拒絕 認為是荒唐的提議 特朗普隨即取消對丹麥的訪問 並且批評丹麥手上言辭不善 對方表示失望 但是強調不會影響兩國友好關係 蘇可文報導 在國際方面 美國特朗普政府調整移民政策 對攜帶兒童非法越境的家庭延長關押時間 當局認為最多關押20日就釋放的漏洞 是眾多難民挺而走險非法越境的主要原因 蘇可文報導 巴西亞馬遜與南野火事約 濃煙覆蓋了巴西一半的國土 巴西總統波索納諾指控當地非政府組織惡議縱火 唐紀蘭報導 本國統計局公布7月份的通貨膨脹數據 數字高過預期 統計局表示 7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百分之二 顯示本國的經濟良好有穩健的增長 石潤新報導 綜合指數報16,045點跌304點 創業指數報577點跌9點 美國道瓊斯指數報25,479點跌800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7773點跌242點 商品期貨方面金價每安市報1527美元 油價每通報54美元 國會排價一家園對0.7508美元 5.8907港元 5.2756人民幣 23.604新台幣 以及0.6744歐元 在體育消息方面 MLB棒球大聯盟 多倫多藍鳥的新星在單場上上現了雙響跑 不過仍然無法跟手感火熱的到期攻擊線相比 藍鳥以3比16輸了比對手 力經營說一下 溫哥華今晚天清最低20度 未來兩日間中有雲 明天最高23度 最低16度 吹西風風速11公里 接著看看本國和世界各大城市明天的天氣情況 先看東環地區 聖約翰最高23度 柴樂城最高23度 哈利法斯最高23度 聖約翰斯最高18度 中部城市京士頓最高24度 阿泰華最高25度 灰北克市最高23度 草原省份 愛媛頓最高22度 莎士加通最高24度 利在那最高24度 溫尼泊最高25度 西部城市 維多利亞最高21度 白馬最高20度 黃都最高17度 美國城市 三藩市最高20度 洛杉磯最高29度 麥亞米最高33度 紐約最高26度 歐洲 倫敦最高25度 巴黎最高23度 羅馬最高33度 柏林最高23度 馬德里最高34度 東京最高30度 東京最高31度 好了 今天的新聞報道完 再會 渡了 倪敦最高